那後來他就突然跟我們講說 我還有一幅畫 真的是驚為天人 團圓中有這麼樣一幅畫 可是我從來沒看過 在20年代或更早的時候 這些點都是創作的重要的句點 它會不斷的inspire我們 對於台灣的認識 對台灣風景的認識 引發我們對台灣的一種驕傲感 MING PAO TORONTO